你們的研究方法和得出來的結果提升一下大家 因為其實現在新的研究方法一個主力都是長新觀這方面 我們除了大家已知的肺部的纖維化或者經常吐不出氣 或者露夢之外 我們都很關心會不會有一些被忽視的平凡症 其中骨質流失是一個我們一直都擔心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倉鼠模型大家都說了很多次 是和人類的表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今次我們做了這個感染倉鼠的實驗之後 一直追蹤它們的骨質流失的情況 發覺除了急性引起新冠病毒之後 去到一至兩個月它的骨質流失的情況都是很嚴重 甚至到達了一個骨質疏鬆的情況 在人類方面我們希望進行一個調查 就是如果康復了之後 無論你的年紀是什麼不單止是長者 可能我們懷疑一些本身年輕一點的病人 都有機會誘發了這個平凡症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預早可以知道 可以做很多事情去預防它 譬如有骨質等等的問題出現 但是你剛才雖然說年輕人都有機會 不同年紀或者有沒有打疫苗 出來的影響在骨質方面有沒有不同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團隊進一步現在做不同的藥物治療 或者預防和這個疫苗 在倉書模型那裡看看它會不會影響 我們相信是可以減輕這個情況 原因是什麼 因爲我們今次的發現 亦都找了中間那個病理 爲什麽會這樣發生 我們發現那個炎症越厲害 它誘發到我們身體一種叫破骨細胞 它是負責清除你的骨 所以如果你那個炎症一開始癌到的時候 是少些 我們相信在長遠來說 你的併發症的機會也是會少些 那個炎症和病毒量有沒有關係 這個都有的 亦都看病毒株 譬如你原子病毒株 它誘發的炎症可能 一般來說都會比譬如Omicron厲害 所以我們下一步 亦都是看不同的SARS-2的病毒株 它們誘發在這個骨質疏鬆的問題上的影響 我見他不是說 就算你新冠病毒康復之後 這些骨質流失的情況會持續著一段時間 是的 因爲在這個倉鼠來說 一至兩個月 其實它都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的 追蹤了 所以我們相信 如果沒有一些及早的處理 或者藥物 或者一些其他手段 幫這些倉鼠 甚至是如果人那裏證實了 都是會令到它們 一直持續有這個情況 還有骨質的可能性 影響是會自己停止 還是要吃藥 才可以減少這些骨質流失呢 那就是要做一個長的檢查 因爲當我們講長新冠的併發症 很多時候都是要以月份 甚至是年份去看去追蹤 那這個就是下一步團隊會繼續做的工作 我記得了 啊 我記得了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回家 我記得了